你好,欢迎收看6月1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如 台积电基金会与协力厂商败会花莲县政府 县长徐中卫表达感谢 谢谢台积电基金会在04-03地震后 向花莲伸出援手 救助抢载,让乡亲尽快回归日常生活 而县长也颁发了感谢状 表达花莲乡亲最深的感谢 江南学院表示 感谢台积电基金会联合多名厂商 在04-03地震之后第一时间来到花莲救灾 工部门虽然有能力 但受限于行政以及法规 不法快速提供协助 这时候加入民间团体 不但增强了救灾的资源 更补上工部门缺少的弹性 让乡亲得到最大的关怀以及照顾 我想看到乡亲的需求 我们能够为乡亲做 我想刚才这个反馈 其实这就是让我们不断地一直做下去的力量 而且支撑我们一直往前走 就像阿民说 就是那个的反馈什么情都买得到 我想这是在人的生命中 人的生命中 真的是我们不希望有这样子的状况发生 但是发生了 我们有这个因缘机会去做这件事情 我想这个真的要谢谢台积电 把大家扣在一起 把大家扣在一起 那真的我要谢谢台积电 还有我们所有的各建设公司 所以今天特别要赶快邀请社会处 我们的黄书理副处长 然后这是我们的建设处的那个专员 你是建管科吗 对建管科 他这阵子也蛮坏的 另外你是哪一个 对 我们也是建管科 然后那个是10年处的我们的这个 这个业副处长 然后后面是叶雅平 就是每一次联络的对口 所以在这里 我们谢谢台积电 我们给他一句 感谢 谢谢 台积电基因会截止到6月13号为止 累计会刊549户 被红黄单户 至修缠的申请 受理户数457户 验收394户 志工279人次 志工6747人次 进场聚集950辆次 工程团队一计在6月20号 完成所有受理修缠案件之后 将彻底垮连 记得继续换出道